週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紀念國際宗教自由日的聲明中說 宗教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 美國支持爭取信仰自由的人們 在國際宗教自由日當天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聲明表示 全球八成以上的人 仍生活在高度限制宗教自由的國家裡 他說 美國不會對那些因自己的信仰而被殺害 關押 恐嚇或折磨的人做事不管 無論哪裡發生對宗教自由的攻擊 都是對所有人宗教自由的攻擊 美國副總統彭斯上週在對華政策演講中 嚴肅批評中共打壓宗教信仰自由 並表示美國已經對一批人權迫害者 實施了簽證制裁 今年7月 總統川普在白宮 會見了來自17個國家的 27位宗教迫害倖存者 其中4人是中國人 包括一名法輪功學員 一名維吾爾族穆斯林 一名藏傳佛教徒以及一名基督徒 10月27號是美國1998年 國際宗教自由法案通過21週年紀念日 新唐人記者王宇因綜合報導 《交戇宗教道》 Wit hoy 廟岑 小 教廻 一個 呆 到 劉 04